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庸原来是在儒家当中他被认为世书之一 中庸原来并不是独立的 原来他是放在小代理记当中的第31篇 有人认为中庸的作者叫孔吉 孔吉因为是孔礼的儿子 孔礼又是孔子的儿子 孔子就是孔子的孙子 孔礼很早就去世了 孔吉曾经受阅于孔子 孔子曾经在孔子年幼亲自教了他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比较早期看到的隔代教养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隔代教养 宋朝学者对于中庸这一篇 对于小代理记当中的中庸这一篇非常推崇 所以他就把他从礼记当中抽离出来 然后单独类一篇叫中庸 后来到了南宋时代 朱熹就把这一篇文章 跟伦吕孟子还有跟大学的合编 就变成四书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四书 现在讲的四书就是朱熹所编的 他就是把伦吕孟子还有大学跟中庸 这四本书合在一起变成四书 这是在明清时代里面 这个科举必考之书就是中庸 那中庸这一本 这本书跟《易经》有非常深厚的关系 我们知道通常我们解读《易经》的密集 大概有四个字 第一个字叫做位 位置的位 第二个字叫时 时间的时 第三个字叫中 就是中到的中 第四个字叫应 所谓这个位置中应 这个中呢 有时候在《易经》当中出现很多中 这个中怎么解读呢 这一般来讲 有人非常惊奇的发现 他说如果你在《易经》当中 有看到这个中这个字 你看了半天不知道这个中 就是什么意思 你就去发一下中庸 为什么 它的解释就在中庸 所以因为这样子 中庸变成解释《易经》的字 重要点集之一 中庸在正面上的意思就是中到跟常理 中到跟常理 直中又叫做中和 中和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中庸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喜怒哀乐未花之前 叫做中 那喜怒哀乐呢 这个表现出情绪之后呢 然后态度平革叫和 所以中和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了 你碰到事情了 就是你就心平气和 心平气和 那在发泄情绪上 不要太过 不要太过于过激烈 那这样才能够养生 所以中庸基本上 就是在情绪发泄 在情绪发泄 喜怒哀乐 还没有发作之前 我们叫中 喜怒哀乐 发作之后呢 然后恢复平静 我们叫和 所以呢中庸之道呢 作为儒家的四大经典之一 那中庸里头呢 他包括官邻还有学习的方式呢 包括所谓的博学审论 圣诗明辩笃行 那他在中庸里面呢 讲座的规范 所谓呢 武达道 所谓的君臣父子夫妇 兄弟朋友 这是武达道 也就是所谓的武伦 还有三达德 所谓智仁勇 三达德 这都是中文里面讲的道理 那这道理里面呢 中庸认为呢 他追求这道里头 有一个非常重的字叫成 叫成 所以呢 中庸所谓追求的最高需要 就是所谓的成 在三字经里面呢 有一句话叫做 中不偏雍不义 中不偏雍不义 也就是中什么意思呢 不偏智慧雍 不偏智慧中 雍呢雍不义 雍呢就是平常的道理 平常的道理 所以呢 中庸曰 天命智慧性 率性智慧道 修道智慧教 所以呢 他说天命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一经讲天命 他说天命智慧性 率性智慧道 修道智慧教 他就把这个性是本性 这个天下的万物 或者动植物都有一个本性 这个本性都是从天命而来的 所以他就天命智慧性 这个率性智慧道 天命来的时候呢 当你顺着这个性去做 那就是道 所以他说率性智慧道 修道智慧教 一个人要学习道的过程 就是所谓教 也就是中庸 他把这个性道教这三个 都把他认为是学习中庸最好的方法 他说道也者不可虚以离也 可离非道也 也就是一个要谨守中庸之道 他说不可虚以离也 不可虚以离的意思呢 就是说不可以呢 一刻中 一片刻中当中都不能离开 离开的中庸之道 那就不是道 所以可离非道也 所以呢 君子呢要怎样 要戒慎其所不睹 恐惧乎取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为 所以君子慎毒 君子呢 毒楚就是要谨慎 慎 为什么呢 因为戒慎乎其所不睹 不要看见的时候 看见的事情 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他说戒慎乎其所不睹 当你看见一件事情 你要想一想 因为他可能不是真的 所以他是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取所不闻 对他没听到的 要觉得非常恐惧 听到的并不恐惧 没有听到才是可怕 所以他说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为 所以你不要看到那个看见的 看见你就真的看见 看见你并不一定真的看见 你真正的事情是 你没有被看见 所以他说 莫见乎隐莫显乎为 所以君子要慎毒 也就是一个君子 要判断是非的时候 要慎毒 不要人灵欲云 因为别人听的 别人说的 还有你所看的 不一定是真的 你要想一想 他是不是真的 他这所谓的中道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就是说 情绪不要随便发射出来 当你看到了 听到了 不要马上就做出反应 你要想一想 这是不是真的 在脑袋里面 打两圈 打三圈 打四圈 打五圈之后 然后再讲出来 那这样讲的话 就能够符合中庸之道 也就是他认为 这个中庸就是不必 不必被情绪所控制 所以他说君子慎毒 他喜怒哀乐之位 为之中 喜怒哀乐 还没有发出来 就只有中 发尔戒重 为之何 当你发尔戒重 也就是说 当你发出情绪的时候 这个情绪都能够达到 你所想要达的目的 那这个呢 就叫做 叫做和 所以这当然很困难 一般 发脾气的时候 还要发到你正好的目的 这个是超级困难的 所以呢 医经就告诉 这个中文之道 就告诉我们 说喜怒哀乐之位 为之中 而终而接重者 为之结 就是终而接重结者 为之和 那当然是前面那句话 比较容易 后面那句话 要达到 当你有情绪来的时候 你想要达到你的目的 这个好像是很困难 所以中文就告诉你说 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呢 你要怎么办 你要戒慎乎其手不睹 恐惧乎其手不闻 莫见乎隐莫险入围 这样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所以呢 在中文里面他讲了一句 他重尼耶 重尼在孔子 他说 重尼耶君子重用 小人反重用 这个重尼有什么好处呢 他重尼耶 孔子说 孔子说 如果是做一个君子 都要符合中用之道 那如果是不符合中用之道 都是小人 都是小人 他说君子之中用也 君子啊 始终 小人之中用也 小人无忌忑也 无忌忑 为什么这样子 他说君子因为能够中用 所以知道了长眼的事情 小人呢 因为呢 情绪随便滑作出来啊 所以呢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所以呢 就是说 小人反重用 所以呢 中用其次也 明显能久矣 这个君子跟小人的概念 跟现在概念不大一样 也就是孔子通常 《易经》他是分成两个对立面 所以呢 君子跟小人 他是指两种不同的人 他并不是像 现在我们对小人 有比较负面的感觉 在孔子那个时代里面 小人其实他只是君子的对立面而已 并没有负面的情绪的问题 所以这里头 也要特别跟大家 各位好朋友来分享 就说 如果你在《易经》里面 看到非常多君子曰小人 君子小人 你不要觉得说 这小人好像骂人 他其实不是 但我们现在社会里头 小人是骂人 但是呢 小人并不是骂人 所以呢 在《易经》里面 我可以看到 这个杨瑶呢 一般人认为是君子 而《易经》呢 一般人认为是小人 他只是相对的概念 他并没有所谓的 一个好恶 或者是一个善恶的评价 并没有 在这个经书里面 并没有 一般人是谈到中庸 总结果说 这个人很中庸 意思是说 这个人马马虎虎 做人马马虎 不求上进 不求这个上进 做事情只要浮里浮涂 只要能够应付了事 这个人就是谨守中庸之道 而且当人家骂他的时候 他就不自可否 就完全是祸悉你的妄 的方式 所以做事不必太过去 这叫中庸之道 那这种中庸之道 其实并不是孔子 所教我们的中庸之道 所教中庸之道 所以一般我们 在一般有些比较 有些人士 认为中庸是一个什么 就随得不得罪 应付得过去就可以了 自己捕捉任何主张 只要随波逐流 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 但这个中庸之道 跟孔子的中庸之道 相差是非常非常远 相差是非常远的 所以在中庸主张里面 刚刚有提到天命智慧性 这个率性智慧道 修道智慧教 就是你一个人人生下来 要每个人天生下来 他都必有使命 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完成天生所赋予的使命 如果每个人都能完成天生所赋予的使命 那你就算完成了一生当中的工业 他说植物也好 植物当他出生的时候也是一样 他有他的使命 当他使命完成的时候 他就自然而然的泄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人是万物之灵 所以只有人会教 其他动物都不能教 所以他说率性智慧道 修道智慧教 一般的 如果不是人类的话 他最多只能做到天命智慧性 他甚至要做到率性智慧道 就不容易 那这些人是做为一个最高等的生物 所以他就能够天命智慧性 率性智慧道 而且他修道智慧教 也就是所有的教育 都是为了教你如何学习中庸之道 这个意思 就是说人世间的所有的教育 都是教你如何实行中庸之道 这个中庸之道就是上天所赋予你的使命 上天所赋予你的使用 所以他说三者不可虚以离 就是不能够离开 如果离开的话就不能够谨索中道 就不能够谨索中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中庸里面所讲的中庸之道 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中庸里面所讲的中庸之道 跟《易经》里面所讲的中道 如果两相对照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两个呢 在意识上非常相近 非常相近 所以如果我们在看《易经》的时候呢 如果他里面有谈到非常多的所谓的中道 那如果你看不懂这道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妨把中庸这本书拿来看一看 说不定你会有一些豁然看了 有一些启发 所以在中庸里面特别讲到《诚》 当他讲到说要怎么样性 要怎么道 要怎么样教 他最重要是要一个《诚字》 这个《诚字》刚好也是《易经》非常重要 说我们普卦也好 或者算八字也好 或者是说当我们读《易经》也好 如果心不成 那通常没办法得到自己的结果 所以呢 他的这个逻辑 中庸的逻辑跟《易经》逻辑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非常强调《诚字》的重要性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大学里面讲说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自果平天下 在自果平天下最早的就是诚意 所以诚意才能正心 正心才能修身 修身才能齐家 齐家才能治果 治果才能平天下 但是我们通常只讲后面那几句话 所以齐家自果平天下 前面他其实最重要是诚意 诚心 所以诚意正心 他说因诚而生明 因诚而达明 所以不诚无误 大明始终 不诚无误 大明始终 中文里面的大明始终 这四个字 其实是出之易经 出易经 这出易经的钱挂 他说大明始终 六位十成 十成六龙与玉天 他的意思是这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 大明始终 也就是天道运行 要向日夜教会大放光明 要向日夜教会大放光明 就必须适应六窑所定的 六个不同时空的阶段 也就是易经非常有趣 易经他六四卦是代表六四种状况 在六四种状况 每一种状况 他都分成六个阶段 这六个阶段就用六窑来代替 六窑就代表了这件事物的发展 他的六个不同阶段 这六个不同阶段 所以在易经的钱挂里面 他在段词里面 他说大明始终六位十成 也就是说人生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 他都按照六窑的次序 逐步的进行 他说乘六龙与玉天 就好像六个窑 就好像六条龙一样 驾驶这六条龙在天上飞来飞去 在天上飞来飞去 这样才能够 明其来明其世 明其数明其人 所以叫大明始终 大明始终 这大明始终 就出自易经的钱挂 出自易经的钱挂 到了南宋的朱熙 朱熙呢 他可能呢 有人这么说了 因为之前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周易本益》这本书嘛 《周易本益》这本书嘛 《周易本益》这本书 其实朱熙所写的 据说朱熙前后 花了20年时间写下了《周易本益》 据说朱熙在写《周易本益》的时候呢 发现《周易本益》当中的中字很难解释 所以他就发现了《周易本益》这篇里记 《小赛里记》这篇 第三十一篇 这名为《周易经》 就是《易经》的最好的读本 所以他就把《周易本益》另外单独列出来 然后把《伦理孟子》加上《周易经》大学 并列为《四书》啦 所以他这个据说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朱熙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风水大师嘛 也是个《易经》大师 他为了要写《周易本益》 所以他把《周易本益》单独列出来 那这个在单独列出来里面呢 他又重新编定 所以把这一章呢 把《周易》又分成33章 所以中庸里面有33个章节 那根据一般的分析 所以中庸的33章节里头 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讲说道出于天 道出于天 道的本体跟天的本体 其实不可违背 不可违背 所以呢 这个中庸知道了 就是根据天道而行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呢 他说了 这个中道最重要是怎样 最重要是要审查 要存粮审查 就是重在戒慎恐惧 所以要圣毒 所以这是中庸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他说 天地养育万物 他要圣神功化之己 最高的境界 也就是中庸最高的境界 也就是中庸最高的境界 要像空气一样 无臭无味 但是中庸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叫无臭无味 但是怎么叫无臭无味 也就是你要把中庸当成生活的空气一样 也就是这个人的做行握力 都符合中庸之道 那这个表示呢 就是朱熙在写中庸的时候 他认得独中的最高境界 就是这样子 那中庸这个作者 我们一般来讲是孔吉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易经》细词是孔吉写的 所以《易经》也是孔吉编的 所以人家就产生困惑 为什么《易经》的一些学法跟中庸那么像 中庸既然是孔吉所写的 那有没有可能《易经》的实义是孔吉所完成的 有人就提出这样的疑问 因为只有你自己写的书 你才有办法写的两者之间才会有那么百分之百混合 中庸跟《易经》的这个谈的道理 居然能够百分之百混合 所以这里头人家就想到一件事情了 说这个周易细词可能不是孔子独立完成的 可能是孔吉所做 当然这里有很多种说法 那第一种说法就是中庸的作者 司马迁的说法 司马迁认为中庸是出自于孔吉 也就是指示 正在指示所做 那第二种说法是一些 司马迁之外的秦南汉儒 秦南汉儒他说中庸不是孔吉所做的 中庸是谁写的 是孔子所写的 只不过是因为孔子曾经教过孔吉 是孔吉做笔记 然后再把它列入小代理迹里面 所以真正的作者应该是孔子 当然这里头要牵涉到《易经》的细词 就是谁写的 这是第二种说法 那第三种说法 有人认为是孔子所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们发现 孔子在引述孔子言论 因为孔子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谈到中庸 但是孔子在引述中庸的时候 并没有说子曰 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孔子的时候 发现孔子有个习惯 孔子因为他言必称孔子曰 所以他就觉得说 如果中庸是孔子所写的 那孔子为什么在其他引述孔子言论里头 都会写个子曰呢 唯独引述中庸的时候 却不说子曰 他只有一个道理 中庸不是孔子所写的 也不是子师所写的 而是在孔子之后 或者是跟孔子同时所写的 所以当然这也就是所谓 一般人家就会觉得 中庸到底是谁写的 那孔子因为这个人 在儒家学说里头非常重要 一般人把他叫素圣 孔孟还有这个炎冤还有子师 就是所谓的士圣 因为他曾经受业于曾子 受业于曾子 那受业于曾子 但是因为他另外还有一本书 叫子师子 就是根据史记的记载 这个子是真正的作品 叫子师子 但是子师子这本书 已经没有了 所以有人认为曾子受业于子师 那也有人认为曾子可能受业于子师 也可能受业于子师的徒弟 也就是说曾子跟子师 他是同一个学派 是一个同一个学派 所以呢 旋子的时候呢 旋子呢 他因为旋子非常看不起孟子 之前之前跟大家分享 他是自作为自己 他才是孔子的嫡系弟子 孟子不算 而因为呢 他就把 因为大家都说孟子传自子师嘛 所以年代的旋子也不太喜欢子师 所以他就说子师跟孟子这两个人的学说 他都辟为无类 隐忧无说 必约无解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孔子 荀子跟孟子的学说 荀子跟孟子的学说 他说他的理论非常冷僻 非常冷僻 又违背常理 又违背常理 而且并不同意 例如说性善说 他完全违背常理 人的常理应该是性恶说 他说违背常理 所以他说 这个就是所谓的辟为无类 辟为无类 就是违背常理 违背常理 而且呢 思想不同意 他说 第二句话讲 幽隐来无说 幽隐来无说 就是说他讲的话 讲的话 那非常深套 非常深套 而且呢 避会又避会 就会之再会 以至于人呢 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 完全不知道 叫做幽隐来无说 他说必约无解 必约无解 必约无解的意思就是说 孟子跟荀子的理论呢 形成一个回路 这个回路是什么回路 是一个闭锁的回路 完全没有出路 就是 其实荀子因为不太喜欢 不太喜欢孟子 因为荀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把 就把子思跟孟子这个学派 叫思梦学派 思梦学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孟子的学派 他之所以被称为思梦学派 其实是他的死对头 荀子给他的封号 荀子对于思梦学派的这个学说 他说他有三大缺点 第一个缺点呢 就是说他的理论非常冷屁 而且又不同意 而且又不同意 又违背常理 第二个呢 他的缺点是 他的解释呢 非常优深 非常隐约 不明显 不明显 所以完全听不出他究竟在讲什么 第三个呢 他的理论呢 感觉上是个闭锁无解的循环 也就是一直在那绕圈子 完全没有解答 闭锁学派 这是他 这是荀子认为的 这个思梦学派的一个缺点 但是因为后来的 董宗书独尊无数之后呢 把思梦学派提高非常多的地位 以至于到了后世 这荀子这些学派 把它变成小道 孟子这个学派 把它变成大道 那我们知道说 子思生长的时期 大概是战国时代的后期 或者是中期 或者是末期 因为这个时代里头 大概是战国七雄 开始争霸的年代 所以因为战国七雄 开始争霸的年代 也就是这个时代里面 这个时代里面 大家脾气都非常不好 动不动作我打你 你打我 所以有人认为 因为子思在这个环境之下 所以他就写一个中庸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打来打去 凡事一理而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子思写这个中庸之道 写在中庸这段文章 也有他的历史背景 也有他的历史背景 也就是说 他是在战国的中期或晚期时代 他跟这个诸侯各国 彼此打来打去 完全不讲思维 不讲争议 所以他就想说 用中庸之道 来代替孔孟学说 孔子的学说 然后呢 叫大家不要打来打去 不要打来打去 所以呢 后来有一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就是子思自己讲 有人问子思 问子思 他说你为什么要写中庸呢 你为什么要写中庸呢 那子思他讲 就是因为宋国大夫 当时宋国有个大夫 这个大夫名叫做岳朔 岳朔呢 他跟这个子思谈论 学问之道 彼此谈得非常不妥记 非常不妥记 所以呢 岳朔这个人 听这子思讲的话 就觉得非常不妥记 所以他就想着 那我会被他 我会要 给他找个麻烦不可 所以有一天 岳朔就找了一批人 去找子思的麻烦 去找子思 然后这些人 就围攻子思 所以子思呢 就被围困在这个宋国的某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孔子是宋国人嘛 被围困在某个地方 这件事情被宋国的国君知道了 人家跑去跟这个宋国国人讲说 你的大臣呢 名叫岳朔 岳朔呢 居然派了一帮流氓混混 去包围的子思 把子思围困在地方 子思已经出不来了 出不来了 那怎么办 所以宋国国人听了之后呢 就觉得岂有此理 所以亲自带兵去救 去救这个子思 去救这个子思 救了子思之后呢 救了子思之后呢 然后子思非常感慨 子思非常感慨 然后他说了 他说 文王困离游礼做桌椅 文王被关在商朝的监道里面 所以写了桌椅 他说祖君趋于陈菜做春秋 他的我的祖先 祖君就是我的祖先孔子 孔子呢 他被围困在陈菜之间 所以他就写了春秋 那我吴困离宋 那我居然在宋国里 居然又为了一个 居然为了一个叫岳朔的大夫 居然一言不合 没人说不过我 居然派了一堆小人围攻我 而且把我困在这里 他说 吴困离宋 岂能没有书 所以子思这个人 表示他志气很高 他说 周文王被关在游里里面 所以他就写了周易 我的祖先 我的爷爷 孔子困离纯菜 所以就写了春秋 那我现在被围困在宋国 围困在宋国 难道我可以没有书吗 所以据说 这是子思写中庸的言音 所以中庸这本书 就有这么样的传书 就是中庸这本书 他跟周易跟春秋 并列 因为周文王困离游里 所以做周易 孔子困离纯菜 所以做春秋 那我只是被围围送 所以我只好做中庸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日本有个学者 日本有个学者 这个学者名叫武内义雄 武内义雄 根据他这个非常认真考证 他发现这个中庸里面有33章 后来包括一些包括49卷 他中庸的49卷里面 他就从第一卷到第49卷 的写法跟这个20卷 跟49卷的写法不一样 所以这个日本的学者 他武内义雄 根据他的分析 他说中庸前半部写一指示 后半部不是指示写的 为什么他的写法笔法不一样 所以后半部可能是指示的学生 或者学生们 或者徒弟的徒弟们所写的 也有可能是汉族所写的 所以中庸这本书 它也可能是个集体创作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要解读《易经》的一个中的原理 就一定要去看中庸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中庸这本世俗之一 非常重要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